上海新厂古镇位于上海市南汇区西南部 古名为石笋里 以延夜繁荣市镇 拥有浦东十八部 新厂第一镇和小小新厂在苏州的美名 是上海著名的千年古镇 丰富的历史文化 让新厂拥有大约三十七处的市区级文化保护单位 小桥 流水 茶楼和古寺等等 大小不一一百多户明清宅院建筑 形成相当迷人的江南水乡 民居多是清末民初建筑 许多是典型的中西河壁风格 新厂的商业氛围不浓 店家大多为镇内居民服务 而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 也多是当地百姓 少有角楼造作的装饰 合像将古镇划分为景字形空间格局 让来到上海新厂古镇旅游的民众 能发思古之邀请 最特别的是新厂是电影 色界夜问的拍摄景点之一 新厂古镇是一座活着的古镇 原住民的日常生活 与旅游业态融合碰撞 新老对比在老街上随处可见 是近代上海传统城镇演变的缩影 上海老浦东原住民生活的真实化卷 新厂地区原为下沙岩厂的南厂 是当时岩民用海水晒岩的场所 后来海滩慢慢长出去了 这个岩厂也逐渐成了 岩民居住和交换商品的地方 在新厂城镇之时 正值下沙岩厂鼎盛时期 岩产量和岩造之多 胜过这些猪岩厂 随着岩厶的不断发展 商人严犯纷纷聚集到这里 于是新厂人口急剧增加 当时镇区割楼九四 商谷云集 其繁华程度曾一度超过上海县城 有新厂古镇在苏州之域 是当时浦东平原上的第一大镇 后来因岩厂变迁 以及战乱等变化 曾几经兴衰 新厂古镇上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 雕刻精致的一座座石拱桥 傍水而住的民居 高磊的石博案 沿河人家的一座座马鞍形的水桥 新厂古镇素有十三牌楼九环笼 小小新厂塞苏州之域 牌坊和拱桥是当地的两大骄傲 新厂古镇还有不少特色建筑 已经硝烟在历史长河中 最具特点的建筑风貌 被称为前殿中宅 跨河为原 这些沿街店铺后面是住家 穿过三间老宅 后门连着小桥流水 翻过桥去 还有一片私家小院 多为花园或菜谱 一边是沿河的宅院 一边是花园菜谱 一户挨着一户 一座花园连着一座花园 粘延几百米 这样的景致让它流连忘返 可如今 整个古镇再无一处后花园了 非常可惜 新厂镇文化教育历来发达 早在宋元年间 既有瞿世宴在这里创办医学 在南汇县制中 曾有新厂镇科地两朝称盛的记载 南亭书屋之类令师泼墨的场所 有二十多处 光绪二十八年 已有女子学堂 三十年代 镇上中小学已具备 李舍昂次于菜饭 这份造头菜饭 保留了老浦东原汁原味的风格 我认为 这份造成的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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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